后来就变成一个这样子 我们讲的一个这样子 这样七星有没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就这样子 在一日四星这里五六七是这里 就北斗七星 这个的话在晚上天比较亮的时候是看得到的 就北斗七星 北斗七星 好那整整体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勺子 好天疏 要做古时候又叫天驱 就是斗 那天疏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斗 斗气 我们讲的斗气大概 宽度直径大概20 20到25 高度大概是25 他就是一个斗气 四方形 那现在很多东西原型都没关系 代表圆满 里面要装米 里面要装米 装八分 装八分 这叫天书 天玄 天玄就是一个原规的意思 现在就用剪刀 象征的二角的原规 代表规矩 刚刚天书代表世纪 天玄代表规矩 守本分的意思 天机 叫做天举就是尺 渡两横 要守分寸 中庸的意思 中庸的意思 天拳 代表天剑 古时候叫天剑 用剑 代表散伐 分明 代表权势 散伐分明 玉衡天秤一个秤子 代表公平的良性 客观公平谨言慎行 待人公平 开阳天剑 代表镜子 代表光明 代表光明 然后接下来遥光 光嘛 代表天灯 灯 代表长寿永远明亮 那这七种就是这样子 这里都有 这有没有 秤子 瓷 剪刀 镜子 还有剑 还有弥斗 总共有七样 还有一个灯 这里面还有一个灯 这个里面 这个镜子后面有一个灯 总共七样 就是一样 一 二 三 四 五 还有灯 还有弥斗 总共七样 七样 好 我们再讲一次有七样 哦 比如说 这里弥斗 这个斗嘛就是一样 然后镜子 两样 剪刀三样 瓷四样 剑五样 剑六样 那镜子后面有一个灯 有一个灯 代表第七样 那这个米斗现在是越做越漂亮了 做的这么漂亮 有没有 那古时候就是一个圆筒 旁边有没有这个圆筒 对一个筒子 那里面你看他的米 有没有这白米有没有 这白米 好 现在重点就是 里面的白米 你如果没有 这个斗签没有开光 斗签没有开光 插在 米里面的话 这个米 你只要放一两个礼拜 就米虫 你斗签如果开光了 开服开光之后 斗签插在米斗 一年一只虫都没有 肯定是没有虫的 你会觉得很玄 像我帮人家安这个斗的话 我说你供问回去 他说会有米虫 我说你放进去 你如果有米虫 你再来找我 结果都没有米虫 不会有米虫的 准备米斗一个 那米斗的话 基本上就像这样子了 你不必用的这么漂亮 如果真的没有 没有的话很简单 真的没办法找不到 因为有些地方买不到 不像台湾这么好买 你就能买那个牛奶的桶子 牛奶 一般牛奶比较大的 婴儿用的牛奶桶子 有这么大的 这么高的 那个也差不多 差不多 牛奶桶 牛奶桶 那你把它装米抓八分满 装米八分满 白米 斗签一只 那事实上这个斗签 这个是这个是买好的 你自己你自己怎么做 你自己用那个 红色的 红色厚一点的纸 红色厚一点的纸 把它 做 像我这里没有 没有另外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 另外没有那个 你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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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选项 荧幕 工作链 我基本上 斗签我会怎样 我会用那红色的 厚一点的 比较厚一点的 红色的纸 深红色的 或者是粉红色的 你把它做成这样的 一个签 这样子 把它把它剪 剪 剪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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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你把它黏在一根什么 一根那个 像笔这么这么粗 这么粗的 一般 一般 不要用竹子 尽量不要用竹子 就是木 木头的 那如果木头没有很简单 很多的那个 内地也有 东南亚台湾也有 就去五金行 卖 卖什么 卖那个 卖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擀面的棍子太太粗了 就是去一般的卖那个 卖那个刚刚刚调的 空心的 空心的那个刚刚刚调 那 宽度的话就是 一般实质或那个 中子的宽度 然后长度呢 你长度的话大概 你要买那个什么 那个 有核文工的 有核文工的 大概二尺二 二尺二 文工尺的二尺二 那文工尺的二尺二大概就是六十 六十几公分 因为你要插在米斗 上面还要斗签 上面还有两散 就这样子 类似这样子 那你斗签可以自己做 做成这样子 那上面我们会开伏令 比如说文昌就文昌符 事业就是我们刚刚有教事业财力符 有没有 对 事业符 升官的话就升官符 圆圆 寿圆 我们等一下会叫寿圆符 就这样子 好 那这斗签 这个买得到的 一般买得到的 像我们讲的 这个都可以买得到 这可以买得到 这个可以买得到 对 那这一种的标准斗签你也买得到 但是我们不是只有要这一张 我们有时候文昌斗 我们就自己要开伏令 开文昌符 或者是 你把 这一 你原本买 这一支买好的 这个 你上面 用红纸把它贴上去 开文昌符 这样听懂 因为他这一 他这一个是 寿圆在用的符令 那你如果不要寿圆的话 我们要文昌符 他要求文昌的话 我们就把他 这一张 这买买来的买来的斗签 我们用红纸把它剪跟斗签一样 长宽的 把它贴贴上去 上面开文昌符 因为有可能今年他正好要考大学 这个小孩子今年要考大学 我们给他安个斗 比开文昌符更好要安个原昌 文昌斗 那我们买来的斗签 我们就把它 用红纸贴满 上面开文昌符 这样子 那这个都买得到 买得到 那买得到的话 基本上 米要八分满 凉散 凉散就是这样 这个凉散他会有一 用一个 木杆的 或者是 金属的杆子撑的 他已经都有了 两伞一纸 买好 小剑 我们的剑一支 剪刀 剑子 尺 圆镜 还有灯泡 都没有 然后怎么排列 好 这里有讲 你必须按照这样子排列 好 镜子是最前面 插在 插在米斗上面 镜子插在米斗 正前面 左边 的前面 的前面 插 剑 左边的前面 插剑 左边的后面 插 蹭 右边的前面 插 剪刀 右边的后面 插 尺 镜子的后面 镜子的后面 比如说我们这个是 鸟看图 这里是镜子 这里是 剑 这里是蹭 这里是剪刀 这里是纸 镜子后面这里是灯 灯 然后这里才是斗牵 这一支的位置 就在最后面 这样听懂 我把它放 放大一点 就这样子 直接在这里的话 应对这里 这是镜子 镜子 这里是剑 这里是蹭 这里是剪刀 这里是尺 这里是斗 灯 因为灯要照这个铅的 要把这个铅照亮 然后这一个 这里插的这个位置 就是斗铅 斗铅的位置 这样听懂 好 这就是从上面看下去的 看下去的图 对 鸟砍图 这样子 那这里面就是米 这里面都是米 这样子 这样够清楚 好 好 那这个外面都买得到的 在内地也买得到 这个 斗铅直接插在这里 斗铅的 斗铅 这个闪 这个闪 这是保护这个斗铅的 对 好 重点 重点是 这里面很玄 你只要 你只要有 这个中间 这个福利 你只要开光 开福 吹奏 完成之后 这个 这灯 他只要这个灯 有坏掉的时候 你要注意前后的那一个 就是从灯坏掉的 灯 灯坏掉的后一个礼拜 后一个礼拜 都要注意 都要注意 注意 一些事情 不管你是平 平安斗 寿元斗 文昌斗 他的灯 就算你是文昌的 还是财力的 都一样 灯熄掉 表示 哪一个礼拜要注意 要嘛身体 要嘛 工作 要嘛学业 要嘛 财力 出现问题 所以 你灯熄掉 马上换 但是就算你马上换了之后 那一个礼拜还是要注意 那灯代表说 他熄掉表示有事 很玄 很玄 好 那家中有供奉主神 用主神来顾斗 那这斗就放在主神的龙边 比如说这个是主神 坐在这里 往外看他的龙边斗在这里 只要有主神就可以 任何神尊都可以 那一般庙里是斗母或斗老在顾斗 他会有一个斗老的神位 那家里的话就是一般主神就可以 那令安一个香炉 等于说我们主神有一个炉 斗有一个炉 这样听懂 那如果主神龙边有太炉 龙边有太炉 就以太炉顾斗就可以 好 譬如说这里有主神 主神 这里有一个太炉牌 有一个我们开开光的太炉的贴在墙面 这里有太炉颅 对不对 那斗就放在太炉旁边 斗在太炉旁边斗就不必在 一个颅 就太炉的颅就可以了 这样听懂 如果没有太炉斗需要一个颅 如果有太炉就跟太炉共用一个颅就可以 不斗就可以 这样子 听懂 好 那 等一样我们要 安斗之前 将斗水果金子供奉到神桌 那七张金子点火 吹尽天地神座 把这个斗都尽好 然后当事人当事人我们一样 吹 帮他收一下金 就是我们 第一节交的那个收金的前段就好 不必到尽水 不必到尽水 前段就好 吹几条奏以尽身 人为道场 请他准备一张 一个一个衣服 进化一下 进化一下 安斗之前 安斗之前 斗水果金子都供奉神桌 然后以金子点火进天地神座 把这个 斗 还有 那个 那个 人 先进化一下 如果说 人不到场 就是衣服进化一下 那 人有到场的话 我们要安斗的话 我们要安斗的话 人有到场 当事人拿三柱箱 三柱箱 然后跟着法者 当着天 当着天 就走到 走到门外 当着天 请斗母神军 我们像我都 我都 我都念斗母神军 请斗母神军 降临 要替 博磨磨磨 安斗 我安斗 好 那法者三柱箱 三柱箱 那信誓迅明的三柱箱 还拿着哦 法者三柱箱 对着斗千吹 斗夫神奏 那这一个 这一个是属于 我们讲的寿圆斗 寿圆斗也就圆成斗在用的咒语 如果是文昌斗 就是一般的赤福总咒 开文昌吾吹赤福总咒 那如果是财神斗 就是开财神符吹财神咒 这样听懂 那这一个是寿圆斗 所以说 他有特殊的福令 有特殊的福令 有特殊的神咒 这样听懂 那姓氏姓女有道场 就站在法者的后面 站在法者的后面 吹完咒 法者与姓氏姓女 把香插如中 如果有太岁 我们有安太岁就插在太岁如 没有太岁 没有安太岁就插在主神如 主神如 香过半 卸谈化金子 就这样子 好 那这一条咒语 我们念一下 奉请三清照福令 天上日月来拱印 南城北斗推武行 祖师显宁赤真令 九天兵 九天兵将福中行 保命护身正安宁 天官四福福当前 水官改二二顿行 南城永住人长生 北斗天上福禄拳 姓氏姓氏姓女 念一下他的名字 然后念他的八字 还有连弟子都要念 然后本命原成光彩在 世纪八节无尽纪 弟子一心专拜请 拜请祖师来赐令 神兵神将保安灵 集集集集集集 就赐这样子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那个斗签的咒语 我这里没有把斗签画上来 没有画上斗签 下个礼拜我把斗签 弄上来 因为他斗签那一张符令不一样 不是一般符 这一次好像没弄上来 我把斗签的那个符令 贴上来 好 那就针对那个斗签 那这个斗签 这个是属于圆层斗 也是圆寿斗 这个也是圆层斗 也是我们讲的圆寿斗 所以一般人呢 可以祈求身体健康平安 年纪比较大的这个斗可以圆寿 所以这斗签不一样 那斗签的符令 诶 那斗签的符令